我觉得不可以 因为他们都是畜生 打不过别人们 就回家打自己老婆 我觉得他们都特别的无能 我想对家暴的那些男的说 你们都去死了 我觉得家暴不可以被原谅 如果两个人不合适 你可以离婚或者走法律程序 父母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 我不是让一个男孩子过来欺负我的 就我希望你们有病就去看病 就是不要把你们这些情绪 发泄在别人的身上 永远都不能原谅他 如果是他对我使用家暴的话 那我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先告诉父母 我爸可能会第一反应 就是冲过去把他打一顿 我爸妈都没怎么打过我 你为什么要过来打我 我嫁给你就一定要受你的委屈吗 我觉得不可以被原谅 我觉得这种事情 还是不要一人再人的好 因为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我建议每一个女孩子 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勇敢站出来说不 该报警就报警 他们不配拥有爱他们的人 我觉得嘛 家暴是不能被原谅的 你动手打人了 这就上升的不是一个家庭问题 是一个道德乃至法律问题 而且中国本来女生就少 你再不好好保护她 你想怎样啊 家暴不可以被原谅 没有任何理由 或者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进行无缘无故 这种很严重的人身伤害 以自我的单独的情感发泄 我觉得这种是不该被原谅 不建议的这种 家暴不能被原谅啊 家暴人特别变态 你说你找一女朋友 人家辛苦跟着你 你还家暴 都不是人是不是 离开她 这种人不值得你跟她在一块 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个靠谱的 我女儿不是家暴 我就家暴她 呼吁一下大家 作为女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一定要勇敢地去 想把这件事情揭露出来 然后向大家去求助 就算做不到说所谓的报警 或者是整个就是曝光在社交媒体上 也一定要让身边的人知道 需要很多个方面去改善 就是不光是我们说 我们自己怎么做 还有各种不一样的人 他们需要就是一起来 关心这个事情 是的 你没有 никаких 我们没关系 也没关系 你没有关系 我还是我们的空脑 你没有关系 就是 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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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